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 张怀烈中医师 各位网友 大家好 见到烈大夫穿黑衣服 都知道他的心情有点艺术 很屈门 很屈门 为什么呢 似乎除了我们的时局 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极大的动荡 烈大夫也知道是有色知识 学冠满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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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居 知道他在很多的书院派做好朋友 现在见到我们各大的书院 都比不知怎样说 节目出现这一集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的学校会不会被黑警攻陷 或者同学会受到莫大的牵练 影响他将来的仕途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在这个机会里面 对所有的尖尖学子 肯承担一切社会的前进 背着他的包袱 做一个领先的先驱者 对 反而我们这些成年人 就归宿 又愚愚愚 起立了火线之后 这件事是很心痛的 更加看到中大 受了这么多的催泪弹 大家心情不会好 更加有一件事 就是令列大夫 因为当然 一些不喜欢中国的朋友 拍了手掌 在非洲G1之后 竟然出现鼠疫 但是以一些人者 救人为己人的大夫来说 知道有鼠疫的发生 都是整个眉头是深锁的 列大夫 为什么鼠疫这么恐怖 今天我就笑不出了 见到鼠疫 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大规模死亡的个案一定会急升 如果大家有留意历史 知道鼠疫来源在哪里 现在最近的研究 大概是十年前左右 2010年左右 外国的大学研究 鼠疫的来源有可能来自中国 是来自中国的 第一次大爆发 其实大概是十四世纪左右 如果大家有了解历史 应该知道十字军东征 那一刻其实是非常文明的 十字军东征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将鼠疫 带遍整个中世纪的欧洲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第一次爆发 如果大家翻查历史 原来发现 在历史记载上第一次是大公元后 五百年左右 那时候 我们估计 那时候 其实是由欧亚大陆版块的时间 它本身 你知道突厥人和蒙古人 本身是一个游牧民族 它由中国 从阿尔泰山附近 然后一直打 打打打打打打打 小阿世亚 对小阿世亚 沿着整个俄罗斯 然后打到这个中 过了这个东欧 然后这个部分 多禄河为止 多禄河为止 这个呢 五百年前 已经在这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 那段历史呢 已经已经将这个鼠疫的一个 鼠疫干菌 已经传播开去 但这个是和畜牧业有关的 但最初最初的来源 现在有些学者研究 可能是2600年前 或者2800年前的中国社会 我见过有一些 古代的战役的技术 就是用一些死亡的 鼠疫病患者的尸体 然后就斩键 然后就用一些投石器 射入一些城堡里面 这个绝对正确的 因为曾经有一个记载 这个记载在阿拉伯历史里面 大家如果记得 1453 这个数字是很重要的 在西方历史里面 实死不生 实死不生 记住 实死不生 东罗马帝国毁灭那天 就是军事坦丁堡 即现在是伊斯坦堡陷落那天 土耳其 是土耳其 鄂图曼帝国 这一日子 当年进攻 这个军事坦丁堡的 穆罕默德议势 他当年的功成 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用疫症来功成 但是当然他自己都失败很多 因为他们号称 二十万大军 其实死了差不多六至八万 都是因为鼠疫 都是鼠疫 但是在这样的战乱过程当中 他的战役规模 如果大家有研究 这个中古的冷兵器战役历史 其实每一个战役方块 其实我们说两万人已经到极限 你去到八万打两万 你都是两万打两万 如果大家有了解这个 排队打 排队打 都是那个面 那个surface area 但是呢 如果利用鼠疫之后 他的攻击是可以立体 所以新化武器 其实你说 1453年 军事坦丁堡陷落 如果大家有研究 这一段历史 其实鼠疫已经流行了过千年 如果真是 历史研究者 由中国那时候 二千年前传过去 其实是整个欧亚大陆 都是中了鼠疫 鼠疫是非常恐怖 因为那时候没有抗生素 好了 我在大院也和大家去过 我们中环的太平山街 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洗太平地 这个字 其实是在太平山街出现的 对 列大夫你都知道 其实鼠疫曾经在香港那边 是盛行过的 对 那现在如果你去中区里面 一个鼠疫博物馆 那里也说回 当然英国人 怎样 和一些外国的学者 和日本的学者 是在香港里面 identify 到鼠疫的 鼠全人 再用人全人的一些个案 对 非常多 因为那时候我都曾经去过 坚尼定城再入 然后又有东华尔庄 那边那时候死那么多人 其实我们说 香港之前发生这个疫症 其实是大规模死亡 但是那个年代 因为它的抗生素 仍然是未是很fine 因为现在我们利用抗生素 用来做控制和治疗 基本上鼠疫 来到现在这个moment 假设大规模发作爆发 但它都不会传很远 因为恰当的治疗 医疗体制它可以控制得住 不同类型抗生素 我们说隔蓝羊菌 和一些广普抗生素 都可以有效控制和治疗 如果大家要看整个在香港里面的鼠疫历史 除了在太平山间的原爆点之外 一直就去牵延到西环的地区 还有一些当时鼠疫的死者的墓碑 做来做了楼梯 再伸延到这个薄芙林村 没有多远的地方 那个原状都是鼠疫范围 不过 而大夫刚才你说了很对的一件事 刚才你两个重大的鼠疫的发现 都有机会来到中国 但第三次在香港里面爆发这个鼠疫 亦都有机会去广西 因为这个太平天局的问题 对 绝对不出奇 而死了太多人之后 就衍生了下来 对 这个值得说一说 如果大家有喜欢看书 其实有一本书我挺推介的 现在变成书本分享会 有一本很出名的 在普纳之可以得奖的 那它就是 我不记得个顺序 《钢铁细菌枪炮》 我也有看过 第一半不过 你不顺了 第一半 你喜欢看小说多一点 因为这本呢 它正正讲了 其实我们人类历史里面 每一个战争会附带一个疫症 但是疫症先还是战争先 还是国家崩壞先 还是政体 还是人民反抗 还是它真是经济崩溃 还是天气气候 其实全部关系 所以我们说 现在开始多疫症 其实战争在职 但是我们这个不是危言耸停 现在我们讲 大家想回 今年2019年 我们去到1944年左右 二次大战 其实现在大家数一数 其实七十多年 如果你说真的再发生一个战役 那我们见到 疫症开始了 我们除了鼠疫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病毒和不同的细菌 现在开始在我们的医疗 这么先进现代医疗体系 和我们不同类型的医疗结合 它都可以爆发的话 那我们讲的是 真是狮子撲兔 我们人类是兔 那些病毒和细菌是狮子 是恐龙 追着你 然后走不掉 现在来到这个步骤 这个时刻一爆发的时间 饥荒 战争 现在粮食生产年 大家应该知道 现在很紧的 战争是紧除其后 但是现在又见到人民出现了 很多不同的诉求 但是政府或者社会 是没办法回应到 它跟着后面的民份出现 疫症出现 战争可能会出现 明白 那列大夫 其实你刚才也跟我说过 这个非洲猪瘟 很大机会是因为 鼠液的定法一齐 或者有非洲猪瘟 然后才有鼠液 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因为一个畜牧的问题 是对 那个archicultural 那个habit 而衍生了那么多的问题 那大家都众所勾知 就是中国的畜牧业 是多么干净 多么先进 和多么卫生 绝对 因为人畜共养 是这些鼠液 猪瘟的一个最重要的温床 是 你不要说 我们是否用抗生素衣 我们中医用什么方法 帮它清洁解表 还是任何东西 我们不说治疗 先说控制 小农户 即是内地的农业政策上 你见现在 之前三十年改革开放港 好 先一步的富人富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回到农村 仍然有多少多少的人在捱饿 仍然有多少人在受苦 一些可能招不保值的一些生活 但是其实它们是什么来的呢 它们是一个一个农村 一个一个市镇 然后一层层压式的做法 我自己没有办法 我不是读政治了 我学了阿聂讲 我不懂的 接着呢 但是它这个一个的步骤 它没有办法 能够令到农业转型的话 那就出大件事 因为小农户 小农户 它永远都谋求个人利益的 它的利益没有办法 最大化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会用一些最适合的方法 是的 偷工减料 然后前铺的标准 道德标准更加没有 可能没有什么 然后死猪,烂猪照卖 然后铅鑲 Reason 又则卖 然后铅铅则卖 我们现在在害怕的是 如果猪瘟 它真的能够由疯医 這個由珠傳珠的變成珠傳人的 這個可能是打大腦的 因為這個真是人類可能末世的一種病毒 如果你有看過外國的畜牧業 你會見到很寬敞的地方 很多動物 但沒什麼人的 一兩個人可以搬成片田的 沒錯 基本上所有已經是現代化 以及機械化 以及科學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 農夫與植物或動物的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減少了 或是屠物的程度不會太密集的人 變成剛才列達夫所說的珠傳人 或者是人傳人的機會 因為空間的擴大 就減少了滑然 絕對是 因為這個人畜共養 如果人畜共同生活的圈子 譬如說回鼠翼 因為近來我不知道 其實回答你的問題 以前在太平山間那些 唐樓是人畜共分的 這樣就死定了 直接在唐樓裏面 隔了很多單位 而那些單位 竟然是有人養豬和養雞 而把蜀翼當時的英國人 發覺是癡癡清奇 為什麼華人 可以這麼骯髒 達達到這樣 這個呢 我個人覺得 那個時代生活條件 無論如何都好 但是現在來到這樣的年代 我們國家聲稱這麼強大 你這個國家 你這個國家 不是我國家 我國家大公園 給中國的現在 唉喲呢 這樣也不是 是 其實 這個叫獵齒科 獵齒科動物 其實老鼠 跟老鼠養差不多 牠呢 牠身上有很多跳蜘蛛 就是跳棗或者跳膝 跳棗其實是傳播鼠液的一個媒介 咬完隻豬又咬老鼠咬完老鼠咬人 其實這個過程就會傳出鼠液是一種菌 但它是鋼菌 鋼菌 即是鋼菌 一條的 如果你在顯微鏡裡面看一條 整條圖 這一個菌 其實我們說人類從來醫的不同類型的菌種 鋼菌比較麻煩 如果大家有了解 大腸鋼菌 然後一些我們說結核 全部都是鋼菌 即是最危險 都很危險 雖然有抗生素E 但是如果你控制不及 以及你繼續人速供養的話 一定死的 其實我們說這個菌 由中國 其實現在整個歐洲都是 整個歐洲 整個中亞 然後傳過去整個畜牧業都是 但是現在等著爆發點 因為我們估計爆發點 其實是肯定人速供養最嚴重的國家 我看剛才那些資料 似乎中國的鼠疫 就是在內蒙 接近俄羅斯那邊的地方 不奇怪 西伯尼亞或者那類地方 即是可能是比較 還是很荒蕪的 用的方法 都仍然是很古樸的 一種養豬業的方法 也都是隨著它那些鐵路 各方面的東西 真是中國真是抵死 如果你不是大清土木 破壞大自然 將全世界打到 蜘蛛絲這樣死東八達 其實怎麼可以這麼快的時間 傳入市區 你就有一個緩衝期 所以習近平是一隻豬 這已經是事實證明了出來 國家政策上 即是执白癡的 执政的世界就是這樣 是啦 滿意的都是這樣說 我不要緊你照說 加拿大看平中國 我不說 但是我可以說客觀事實 由農村化 郊區化 然後變成城市化 但是你的畜牧業的更改 就變成生活環境更窄 其實會更加令到 鋼菌 細菌 病毒 豬瘟其實本身的發源怎樣呢 這個中國有一點無辜的 豬瘟在非洲出來的 但是其實很快傳到中國 它在俄羅斯的豬 中國發揚光大 沒錯 因為多了豬 所以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共產黨經俄羅斯 經德國人 一個猶太人搞定了 在俄羅斯發揚光大 傳到去中國 現在的豬瘟也在俄羅斯 衍生了去中國 是呀傳到去中國 真的好奇妙 這個世事 煲煲如期 真的煲煲如期 要我們這些洞悉天下的人 把酒談判 看到性局的改變 絕對 但萬中期根本 都是中國的領人愚蠢 如果是俄羅斯傳到來中國 他傳不到 就傳到去日本 之前試過 但日本人禁止了他 沒錯 因為日本有個小孩很聰明 插死那條 對 那是歷史事件 沒錯 我們說了一些客觀的 一些歷史事件 也證實了 特地名一隻豬 我們稍後回來研究一下 究竟鼠疫 有什麼可以中醫的方案去預防 曾經在上世紀初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中國人 也是因為當時不信西藥 而用中醫的角度去醫治疏疫 搞到一鍋足 這個我都會插著李大夫 待會我回答你 究竟問題在哪裡 好的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